1月18日即将在洛杉矶颁发的美国演员工会奖 是被视为奥斯卡三大风向球的奖项之一 先带大家去看看演员工会奖奖杯的制作过程 观众朋友我现在手上捧着这个演员工会奖 就是很多大明星梦寐以求的奖项 今天带你来看看这个Sag Award的制作过程 打开摇门把模具一一取出 现场模具师傅各个身穿银色隔热装 小心翼翼把高温的石膏模具整齐排放后 再来就是把加热成一体的青铜倒进模型中 接着再用吹风机加速冷却定型 等敲碎石膏模具就可以看到雕像了 这种精密铸造雕像的方法 源自于5000年的印度精密拖拉法 先用矽胶模制成蜡型 再用石膏包覆蜡模型 待石膏凝固后 经高温加热蜡型就可以直接融出膜 成型的石膏模就可以直接灌入高温的液态青铜 制作成型的筑像了 但可别以为只有这样就结束了 等敲碎石膏后 还需要经过加温上色 加工师傅必须利用化学药剂 慢慢逐层上色 最后才会形成我们看到的雕像 机密铸造的过程 让今年获得提名 并受邀至现场观看 将被制作过程的演员们惊叹不已 非常酷 我们刚才看到的标准 非常感兴趣 不管会不会得奖 奖杯出炉 当然要先来跟他合照一下 你去哪里 我非常感兴趣知道 他们真的要花时间 去制作这些资金 而我做了一种装饰的 真实的 那些东西 似乎要等到15公斤 真是超级的 班伯克美术铸造厂 自1995年 接手铸造至今 已经打造了832个 美国演员工会奖杯 每个奖杯高16英寸 重12磅 杯座则是黑色大理石 杯底还刻上独一无二的编码 让每个奖杯专属于获奖者 我想说谢谢你为我们赞承认 我觉得这个奖杯 其实是非常特别的 因为演员没有好专门 所以他们认识你的工作 我认识是真实的 我认识这个奖杯 我认识这个奖杯 美国演员工会奖奖项 自1995年开始颁发 表彰电影与电视节目 表现杰出的演艺人员 奖项的入围 根据随机的4200名会员决定 颁奖典礼将于1月18日 在洛杉矶举行 新台湾记者 苏向蓝 廖振宜 洛杉矶采采访报道